中国抵制金马,网友及中共,很脑惨,凸显台湾不是中国的。 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牵扯统独争议,仅传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给中央电影局,电影局只会各大电影公司,不准报名金马奖。 消息随即引发台湾网友议论,有网友认为中共这个政策不是很脑残吗?禁止中国电影来台湾参加金马奖更凸显台湾不是中国的。 美国会禁止美国电影去夏威夷参加吗?日本会禁止日本电影去冲绳参加吗?网友在PTT实验房发文表示,中共说台湾是中国的,又不准中国电影参加金马奖,根本就自打嘴巴。 但他也认为这何尝不是好事,近年金马奖都是中国电影,处处受思想审查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?以后终于可以看了。 其他网友们则留言要拿奖要快远的项鱼,对26亿人金级奖比金马奖更重要就被7N台湾电影更难看。